副总统赖清德备战2024 信赖台湾之友会在各地陆续的成立 只是赖清德跟英系之间的关系 屡屡被外界做文章 这两股力量该怎么样结合 传出了总统蔡英文在这个月6号 邀及各县市小英之友会会长来见面 在会中达成了守护本土政权 以致力挺赖清德的共识 总统也要求小英之友会 要是之后有活动的话 要尽快的邀赖清德参加 封面带来丰沛的雨水强降雨 让新竹的保日水库进占不少 蓄水率慢慢回升 副总统赖清德视察水情 不过今年旱情严重 政府从开源节流被源 调度四大战略 判能渡过难关 面对未来气候的变迁 政府中央政府一定竭尽所能的 去开发水资源 然后去进行调度被源 还有各项的这种策略 来达到稳定供水这样的目标 拉清德视察水库 而蔡总统前一天则到高雄 了解紧急海淡机组准备情况 两人分进合集 要解决国内用水困境 不过在2024总统选举上 又该怎么合作 现在台湾之友会陆续成立 赖清德更需要蔡总统的相挺 过去蔡赖心结屡屡被提起 不过传出5月6号中午 总统在官邸邀请全国各县市 小英之友会会长便当会参训 会中达成守护本土政权 一致挺赖的共识 总统还要求另外一组后援会 全力辅选赖清德 站在就是主权欧视兵处 发展的问题来讲 当然是总统一定会百分之百 支持这个赖清德副总统 这是我想是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样的 在总统的进种募存意的时候 也许我们就会用一个小英之友会总会的 一个后援会来处理这个事情 总统也希望小英之友会之后 如果有活动 尽快邀赖清德参加 现在党内团结跨派性整合 更有助于民进党延续执政 记者身边黄卫财 这种报道